昨天跟惠惠的妈妈第一次见面 她好像对我印象还不错 可当她知道我们是分开睡之后 就站到我的房间 现在是怎么办 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行啊 哎 阿姨 还没睡呢 啊 没睡呢 睡前喝杯牛奶啊 喝完了早点睡 啊 行行行 谢谢阿姨 早点吃啊 好好好 你说是怎么办 哎 阿姨 你还没睡啊 妈 我还放杯子 哎呀 你奶喝完了 快睡着了早点睡啊 妈妈把灯关了吧 哎 不用不用 我妈自己关就行了 那快睡吧快睡吧啊 嗯 好 你妈怎么一遍一遍一趟一趟的 真的 哎呦 现在你妈应该睡着了吧 知道 那我打地铺了 你看 行 哎 阿姨 我来拿个杯子吧 啊 哎 我拿走了啊 哎 快快快 上门 睡觉 怎么办啊 啊 不知道 哎 小张啊 嗯 你跟霍霍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啊 啊哈 啊 从正常的逻辑到的观念底下呢 有 为什么 就是没有 因为和解呢 从结婚需要的房子车子彩礼钱我一分都没有 所以我没法结婚 这一万零一你总该有吧 一万零一有啊 其实啊 我们家也并不是多在意这个彩礼 但是怎么想着呢 霍霍也是我们的宝贝闺女 哎 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姑娘 所以呢 要个一万零一啊 也是图个好彩头 而且想着吧 万一你们以后成了家 吵架的时候啊 霍霍也不能说你一分钱没套把你撵出家门 你说是不是 啊 对对对对对对 是的 有道理 有道理 要不这样 找个时间 你们一起去见见会不会爸爸 咱们把这事谈一谈 啊 太早了吧 哎 霍霍 你还记得你上次说 如果我去你家 我带什么礼物 最有震慑力吗 我记得我没说过 阿姨 上次他说 我去你家的时候 带个外孙 最有震慑力 嘿嘿嘿 我看这个行 啊 霍霍的妈妈来吃茶 本来是假装情侣 可妈妈竟然问我们 什么时候结婚 为了不让自己吃亏 我决定把霍霍给他妈买的新手机弄到手 回来了 欢迎回家 快换鞋吧 哎 你自己换啊 没事阿姨 我都习惯了 你习惯什么 习惯给你换鞋啊 阿姨 你快先进屋吧 饭快做好了 我马上就上桌了 哎 小张还会做饭呀 平时都是我做的 没办法 你什么时候做饭 会会啊 你不能总让小张做饭 男人要在外面床 不能总窝在厨房里啊 以后啊 你多做饭啊 没关系的阿姨 我都习惯了 习惯习惯习惯 我错了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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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会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不该给你加同一个餐 我错了 来 多吃点啊 哎妈 谢谢阿姨 这发生机呢 别理他 这给你 哇 手机都要换了 这是最新的苹果十三吗 对呀 哎呀 你又乱花钱 我随便有个手机能用就行了 现在去东东摆一股贴两周年 五花九块九成的苹果十三 光费品 从原本大费快 下面还要发文小米手机都要扬闪 十一点平均去那个街址能抢卖 阿姨你就收下吧 刚好我今天去修手机 你这我给你带着给你贴个膜 你手机坏了 哎呀我那个手机 也就浸了三次水换了四次屏 不过会说修油还能用 我也这么认为 你这个死亚头 手机坏成那样了也不让人家换 哎小赵你把这个拿 我不敢用 你干什么 你拿来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妈 谢谢阿姨 你过来 去吧 你怎么回事 怎么总是几乎小赵 你看你把人家吓成什么样子了 我没有啊 还没有 他又是给你换拖鞋 又是在那做饭 我平常对他可好了 他又看着来了 暂时给我装 灰灰 来咱到点该洗脚了快 什么洗脚 不是每天都要洗脚的嘛 张建宇 哎我错了 啊哈 对不起 对不起 等一下 回来 啊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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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